哈囉 歡迎歡迎來臨賽事 歡迎收看是炙熱起源三賽季第1賽 Week 1的賽事 大家目前進入到今天的第二戰 由Internity對上司NASSEE 我感覺都是... 怎麼好像常常遇到這兩個人啊 怪不怪的 是我的錯覺嗎 我怎麼覺得每次都有這個環節 我這樣還真的是 上司有破過他們兩個打 他們兩個對戰的環節啊 每次我們都要提心吊膽說 這兩個是不是要打一把一個小時啊 咳咳 不是女吧 不好說 他們練習的時候可能有長這個樣子 但 以往我們這樣講的時候 比賽都不是長這樣子 好 雙方選手第一張地圖 貝林格蘭 地圖 右下角藍色 藍色的人類選手是NASSEE 你的左上紅色 紅色的人類選手 是Internity 這兩個你比較看好誰 我覺得差不多耶 我想一下 我想一下 如果是以現在 真的不好說耶 兩個其實練習量 可能都沒有到真的到非常多 差不多的感覺 嗯 感覺應該是差不多 但分數的話 我應該不要講分數 如果是穩定度的話 我覺得可能 我覺得可能 你T2T高一點 高一點點 因為NASING 那個X因子 實在是太多了 以後 沒有 我應該沒有到 尤其中 我應該不會看好 我應該會找到 我應該會找到 尤其是 尤其名的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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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尤其 所以突然一台飆载飆过去 聽起來是那种很破的摩托车 那边有很多飆载 幹! 那是什么小 沒有 主要是有加这一条 前面的这个 也不算小巷子啦 但就是 就是这条小路 人比较少 就每次半夜都会有一些 神经病 然后从我家楼下这样飆过去 前面一条路车子很多吗 就基本上都没什么车啊 就小小小一条路但没什么车子啊 所以 所以就很多神经病就在这边飆 路算宽的 就是有一台车子的大小 路是宽的 然后 然后没有车 所以 另外就有人 晚上就很喜欢在这边飆 然后就会 有时候晚上就会听到一些 那种一二五什么近战啊 或什么奇奇怪怪的摩托车 这边飆 就会那个很破的 很破的那个 很破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 排气管的声音 说不了 哦 有点分歧咯 这个 前面这个 这个 其实都 都还好啦 因为主要是 你去 送飞弹车这边 他最开始一定会先稍微打得放手一点 你 基本上对面这波押过来 只要等到飞弹车出来 他其实也换不太到什么东西 等一下 飞弹车要出来了 大概 大概 就是换就是这样啊 两边稍微操作一下 哎 哦 两边稍微操作一下 然后 这个 后面 就一样 出度压 然后 开始 看有没有人是 三框开得比较慢 要先三度压 三度压 坦克 之类的东西 先推一波 哎呀 有事也 但没打死啊 点 再点 哇 这差太多了吧 多死三只能 死三只啊 死的第四只啊 死的第四只啊 我感觉好像 那两只如果有杀掉的话 不用死这三只啊 感觉 感觉好像 可以再多点一只了 因为刚刚那一次 有一个迷之向后退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好 你到你这边压制 但是那个 Dancing家里有一台坦克啊 感觉没有好打 我有个问题 一个瓦斯 这个后面 没有医疗体 坦克是进得去 好像进不去 到跑咯 到跑咯 诶 诶 出现了啊 但他只黑了一台哦 刚刚用黑的比较好 还是丢炮台啊 我觉得 我觉得黑的可能会好一点 所以你觉得刚刚那个 Nathing直接黑 是最好 比较好做的 对对对对 因为刚刚有问题啊 他下面枪兵 下面那个 对面的尼特尼枪兵很大 炮台就直接秒掉 你那炮台丢下来 可能会直接被秒掉 而且你 等于说你要顶着 顶着那一台坦克的炮火去 去应手那一部 哇这里还可以锁一台坦克哦 我的天 有这种事情 有这种事情 那坦克 再怎么样 都不应该被锁掉了吧 我觉得 亏得又赚回来了 但是 那个 Nathing这边 高科技兵种都保存下来 我其实 我是觉得 度压没掉 我觉得都还能接受 这种前期 你只要有度压 度压仔 你坦克输回一两台 问题 问题都还不大 诶 这边还被抓 两台度压想搞事啊 我好像丢个炮台没办法采矿 也是蛮烦的 到现在就是比 这时间点就是比 看谁我已经许比较多了 准备两个人进度 进度看起来差不多啦 发展自己的 同时杀了对方 但是 就是 Nathing这边 升空 因为比较早出来 所以他这个 家里经济是好一些 但要进攻一波 把人家同时 暂时可能难度还有点高 毕竟人打人 防守方优势 还是蛮大的 围巾也没赢啊 所以你 你也没办法用 没办法用你的 度压去破阵 只能慢慢的 慢慢的往后打 或者是你先转一波 自己家里 把科技 把科技 先往上跳 就是后面 第二 第三个VS 先排下去 那他4GD其实也放了 所以其实这时候 已经慢慢 可以考虑 已经可以开始 考虑把VS 开始拍起来了 要维缩起来了 要开始画圈圈了 还不够 画的还不够多 看今天这场 会有几个圈圈 这两个人 应该还好啦 他们应该不是 应该 还没有丧心病狂到 一直拍 一直盖感应塔 那种 其实这个时候 我觉得Nexy 应该要尝试的 把他的部队 走到地图中间 我已经 我觉得他 他应该要把他部队 往地图中间走 因为其实他是有 他前面 应该是可以感觉到 自己是 自己是有优质的那一边 所以他这时候 应该要 慢慢的 就是把压力往外 往外放 就至少 让你的部队 是游走在地图中间 而且最重要 是你家 因为有感应塔的关系 所以其实是很安全的 你没有必要 没有没有 没有 没有必要 就是不用太怕 对面突然来一波大的空谷 你这家一感应塔都有 你赶快把你的 这些枪兵去游走在 地图中间 然后稍微控一下图 把对面视野轻轻 其实相对来说会好一些 下面有一个 下面有一个 补给站开个视野 基地正遭受攻击 这时候那一群就打得太保守了 他 他有时候 该保守的时候不保守 可是这种 这种情况下 他其实应该要 他应该要打得更 更主动一些 他反而全部都 全部的部队都归在 在家里面 像刚刚那个去清 去清他上面那一波 那个 补给站的那一波枪兵 我就觉得 你其实是可以 走上去把他抓掉就好了 你叫一个扫描 确认 他后面没有大部队跟着 然后去把那一波 去把那一波兵抓掉 那补给站不会掉 你还有视野在那边 他怎么憋着 憋着憋着 憋着憋着人口 就差不多 人口 人口还输 然后对面已经 对面的钱 存款已经起来了 怪的 是因为那个 Nathing先把他的钱 都拿去盖基地了 没有 两个人都盖 都盖了很多个呢 你看这两个人 基地都盖了很多 Nathing是应该差不多 他也有啊 你看Etherty 现在也三个在盖啊 呵呵呵 他们都在做一样的事情啊 他们其实事情做得差不多 我真的觉得Nathing要 就是找个机会主动 去做一点事情啊 他不能这样子一直待在家里面 毕竟这游戏打到这种 这种时间点 你还是要 你还是要有 你还是进攻还是比较 优势的那一边啊 哇 家里被爆破了 有时候就在想 他们这种感应塔 那个边边不插满的 每次都被这样子爆破 所以我不觉得很烦吗 啊 这主矿直接烂掉耶 会不会还没 会不会还没打赢啊 哇 枪兵还被打 还没还被红光光耶 我真的是炸裂耶 这一波一波被打到炸裂耶 天啊 哇 真的是一波被打烂 然后下面这里又再掉一个基地 又是了整场 一波被捧穿 我每次都在想他们这种 你看他刚刚感应塔下面就差一格 他如果那个感应塔稍微 稍微往下盖一点点的话 他 他 对面根本就没有机会 从这个地方空走进去 他就是因为看到你那个感应塔下面 还有一格细缝 所以他知道他可以从那边丢 这一场最主要最重要的问题还是 内心打得太被动了 他这个中期有优势的时候 他应该要把他的部队往地图的中边走 你不打对面都没差 你只要地图中间你把视野控住 这以特勒体这边压力就很大 因为以特勒体一定也知道他前面 他前面是有点劣势的 所以 所以他 今天也不太敢 你如果真的压在地图中间 他也不太敢出来做事情 好痛苦啊 而且内心 三公开房刚刚刚没有看清楚是被打掉 反正他现在没在提啊 他对面有三三 对面有三三 这个很痛苦啊 应该是被打掉了 好惨啊 现在这个经济量 这个经济量 有点落差 正常内心有出过门吗 感觉就没有出过门 他就正常在家里睡觉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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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也睡得不够 也不够猥琐啊 他 要睡的人 要睡的人也是 也是要直接 对不对 这个感应塔插好插满 你不要让对方有任何空间 可以直接这样子一波帮你捅出来 正常来说 如果你今天是 假设就以Supernova来讲 这样好了 你如果真的要睡 他是不给你任何机会 他是不太给你任何机会捅进来的 有点说到睡 那个Supernova还有在玩吗 有啊 他最近又回来开直播 应该他说 应该是一直都有在开 然后最近又开得比较轻一点 最近又常常看到他 害我 啊不过我现在分数也收不到他了 没什么差 害你又有想要狙击他的心动了 没有 以前他在开直播我是不打星骸的 他在开直播的时间 是我睡觉的时间 他妈的 跟他同一个时间打星骸 我倒自己的眉 以前都是打半夜喔 啊Supernova都是开白天 他直播都是开白天的 你当你在猥琐人家的时候 其实那个心理的满足感都不错 当你是被猥琐的 就很不爽啊 就很不舒服啊 而且 就 他的分数就已经 可能跟我差不多 那时候可能跟我差不多 或者是比我高一点 然后你就会觉得 跟这个人 跟这个人 跟这个人就不见得 已经不见得打得 他又打这么猥琐了 然后又很痛苦 你就完全不想收他 我刚刚开赌盘 你看上已经有六个圈圈 同时场上能够 拥有十颗圈圈 感觉要十颗圈圈有点难 有点难吧 这张图 这张图大概一边四个就画满了 你看他刚刚那次前面有钱 他如果早一点这样画 根本就不会有 不会有这些奇怪的事情发生 他现在是有经济跟你慢慢耗的 我们现在 左半边 他甚至连左上右上 全部都开起来了 他有一片矿是Nathen这边的 他这个直接都把它偷起来了 有人在送 有人在送 好 好了 现在矿有超过一半都是红方的 英特地里边 主要就是左下 左下 右上的一片矿 这个原本应该是 有一片是要吃给Nathen的 正常来说应该是有一个 有一个是Nathen要去开的 但问题是 现在球哥被抢过来 慢慢用钱把你磨死都没差 这个也很难有什么大翻盘 我想一下 不然 大一波枪兵 连续清了三个矿 搞不好都还没办法翻盘 有点难 因为清三个矿一定不够 因为 你特地家里也全部都是基地 大不了再飞出来就好了 弓兵都清掉可能有机会 如果三个矿的弓兵都清掉 如果三个矿的弓兵都清掉 一只都没跑掉的话 然后拉自己的枪兵还可以无损走回来的话 这边就要被上了 打一只要往前冲 哇太凶啦 点上降下来 疲于奔命啦 主要是我看这个Nathen好像是没钱 没钱蓄围巾啦 他现在全都不能做枪兵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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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这个空 他投进去了 他往死 我没有解放 解放者 解放还架着 那游戏结束了 太无奇了 太痛苦了 太痛苦了 没钱了 先充就给你啦 反正就跟你做交换而已 我因为 这Internity每次来都是做有效交换 他都是有换到你一个 都是有换到你的经纪 都是 好 恭喜这边Internity拿下第一分 Internity今天势如播主啊 那我觉得是Nathen这把打的 Nathen没有把握好是吧 明明前面领先二三十人 对啊 比较可惜啦 他前面有优势 但他打的太 太贵了 但他又不是 但他又不是那种 很擅长 很擅长猥琐的人 所以正常来说 如果你今天真的是 猥琐成精的那种 你不太可能会像刚刚那样子 一波 不然第一波来 有一波东西来 你就直接被捅穿 你应该会 应该的韧性会再更高一点 应该他平常打这种猥琐的东西也打得过多 因为就我的了解 Nathen应该是比较 他还是比较擅长进攻的 他打这种纯防守的 我觉得他有很多细节是做不好的 所以我觉得 比较 比较可惜啦 这一把 他如果打得主动 打得主动一点 应该会好打很多 至少 就像我刚讲 你把 部队放在地图中间 我觉得这是 你在有优势的时候 人组内战 我觉得你应该要做的事情 就是尽量 让自己的部队在外面游走 给对面压力 不打 那个正面打不打 我觉得都无所谓 因为你就是给压力 然后让对面不要这么轻易出门 然后你看 就像Eternity这把做的事情 他在中期 他做完那一波交换之后 他有优势之后 他部队永远都是一两波兵在外面一直游走 然后给你压力 他也不打 他找到机会才打 他发现 你走过来了 他也不给你打 反正他就是架子了 在那边给你压力 他也不管他 但是你防守那边 你就是一定得 你就是一定得做出反应 那 那这种情况下 你看这Eternity家里一旁一直拍 一直拍 拍到你家里也这样都无所谓 完全没有压力 他家里一点压力都没有 所以其实这个 应该是Nathing这边在中期 他前面有优势的时候 他应该做的事情 但他反而没有做 第二张地图来到是2000大气压力 地图 左下角红色 红色的National是Eternity 地图右上角蓝色 蓝色的人类选手是Nathing 目前是1比0领先 Internity 1比0 拉拉熊 你等一下 我要玩神族 玩神族 玩神族训练菜 你怎么知道 玩神族训练菜 我猜该玩神族啊 因为我看他今天游戏的 历程是吧 不是 他游戏的那个 训练状态 他写说 下定决心转神族之类的 这种话 所以他今天应该是玩神族吧 那他等等比赛是玩神族 他刚刚应该神族吧 应该是把神族2比1 把那个Shinobu打下去吧 明天就能游戏 紅弓兵 自從這幾年這個VTuber非常紅之後 以前大家油都是有時候油的不會讓人知道 現在油是直接流出來讓大家看的那種 油? 對啊 自從這個VTuber很流行之後 大家都是各種油膩膩的 地板都會滑倒的那種 你這樣說自己 沒有啦我這個是物理油 他們那個是另外一種油 物理油是這樣 我是真的會滴油出來的那種 只要經過炭烤那個油就會滴出來的那種 真的耶 routinely可以滴出來的 所以這個主要是拿下衣服 阿瓦 就把他的名字改成叫做 阿獎 他叫做 我...我永遠喜歡AQUA 是這樣嗎? 他名字不是什麼什麼什麼 聊天室沒有女朋友還是什麼的 沒有沒有 我有女朋友你沒有 他現在又改了他又改了 互相騷擾 兩邊都死都... 點再點這就比操作了 一樣慘了兩邊都沒有東西可以去搜 因為剛好主要是兩邊死人都繞過去 然後死掉了出來了 7隻 兩邊都是7隻 兩邊的幾乎是鏡像開局 死人都沒睡也一樣 看一下那次這邊又要你坐了 等一下這兩台飛彈車是可以載出去 是可以載出去稍微騷擾一下 飛彈車前面兩台出門還是很強的啊 基本上不要有太嚴重的操作事故 基本上都還是可以換一點東西 去家廁所 喔 這邊有看到 這邊有看到這個 Nathin可能還要再找個地方繞 他這兩台飛彈車還是要稍微做一點事情 喔 他直接回家了嗎 稍微繞一下 然後找個機會再投下來 重點是 等下生小金 丟下去之後 一要停不要第一神被輸了 好進來 喔可以喔 這次鎖到同一台飛彈車 點掉 喔可惜 那如果第一台飛彈車有點掉 後續這兩台飛彈車就可以做更多事情 有點可惜 不過至少沒掉 這邊 這邊其實就像我剛剛講的 主動一點部隊在地圖中游走 你看這Eternity就得把兵子放在家裡 一直把兵子放在家裡 然後左右分兵 他也不敢第一時間隨便往外走 如果他這個時間點 他要推向剛剛那個坦克 然後帶美科技強兵再加度牙那一波的話 其實這兩台飛彈車在地圖中間 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我感受到 感受到遊戲條件室 嘆 也是很油 AA 是油到可能 這個消息條件室開始有點滑滑的 趕車往後 再起來 還好 不行 他先鎖了一台 可以喔 這個地圖有走 可以喔 這邊再把Fan Pie丟下來硬吃這一波 然後度鴉現在先往後拉 度鴉不要送往後拉 這波這樣頂過來應該是要結束了 繞個方向然後直接往二礦的高地走上去 這邊飛彈車再鎖圍巾上去 槍兵上來先點坦克 這波應該就結束了 那個工兵拉出來就算守住也是虧到爛掉 我覺得Nacy的風格還是比較偏向 他從以前到現在 就是進攻比較適合他 他要把節奏打起來 打起來之後才會比較 他才會比較強一點 他這種純防守的我覺得他 不是這麼擅長 防守方其實要注重注意的細節蠻多的 就是你真的是你要做到 你要做到滴水不漏有點難 你把壓力給對面讓對面出現失誤的機會會高一點 防守感覺那個偵察很重要 你一定要知道對方在幹嘛 不然你要防守這邊真的太多 對啊 你如果有TB塔 你就可以撇掉擊中可能 你的防守難度會下降 如果TBT好是好在 你基本上只要把那個感應塔插起來 你知道插好插滿 至少對面從哪裡來 你第一時間就架著對面是打不過來的 我有什麼大仗 對啊 對啊 這瀏覽師就是喜歡這種油油的東西 講到這種油油的東西他們才有反應 油油的東西怎樣 對啊 你看剛剛 講的那個嘴巴口水都流一半了 他們都沒有反應 一講到這種油油的 他們就直接活躍起來 對啊 你開視訊也是啊 油油的東西 確實啊 這個物理油嗎 不會啊 這個 這一次 這一次 尾牙過後 我發現真正的強者是我們的歐比手 沒有 那是 他只是吃得多 但他不油啊 我跟你講 他絕對是有潛力的啊 應該要好好的開發他一下 你說成為大衛王這部分嗎 他超強的好嗎 他那一天直接捧著兩碗 捧著兩個盆子的飯在死 他的實力絕對跟那些大衛王的那種吃播主比起來一定是有過之而無負己啊 排莫他的天分了 這邊 等一下就要去研究一下 看一下他到底能吃多少東西 還是等一下就不完直接去找一間吃到寶測試一下 等一下結束 直接去吃個馬辣 然後我們就點 直接點 我直接現場 幫他開 然後 我每一次來點都是說 全部的肉都來一盤 都來一盤 然後看可以吃幾輪這樣 看可以吃幾輪 我看沒有個十輪應該是不會停下來的 第三列來到的是Hardware Hardware 永久連接 右上角 紅色 紅色的The National 是Internity 左下 藍色 藍色的人羞 是Nessing TBT TBT 看到 都會打 之前是沒有TBT啊 連那個人都沒有 現在是TBT 很多 流程會啦 但是他沒有辦法打到決賽圈就是 基本上看到都會打流程 流程大概87-88 可以跑得很像 但是 就是那個中期的那個操作 有點問題 人類打還是要看那個中期的那個 度壓 度壓跟圍巾的那個操作 對 怎麼 Sale打輸了 他在敗部被 哲哲打死了 這是什麼妖數 看起來 Sale最近應該是 練得真的少 Sale是不是過於 你怎麼這樣講 搞不好是哲哲打得好好嗎 你這樣嗎 沒有 哲哲這個分數看就是 看 他最近應該是 剛剛有辦法 維持在5000分子 多點責備 好不好 多點鼓勵 少點責備 多點責備 多點責備是不是 哈哈 你最擅長是不是 多點責備 你最擅長 這種要求 我從來沒有聽 沒有啦 因為理論上 理論上 Sale就在沒有練 我感覺他應該也是 至少都有個5000 和5131 所以應該還是 還是比 哲哲高一些 感覺起來 好像連5000分子 有點 我跟你講我前陣子也是 剛回來玩蟲族 也是有點痛苦 我已經大概 我已經大概 半年沒有碰蟲族了 蟲族 蟲族啊 因為都在玩那個 神族是吧 對啊 我玩蟲族很無序耶 我已經大概半年沒碰了 然後前 前陣子 上個禮拜吧 回來打個幾場 覺得很痛苦 那個分數 分數都上不太去 但 就強的還是有機會打贏啊 就是如果是真的 比那種爆兵的 還是打贏 但一旦遇到那種 跟你要跑後期的那種 就很痛苦 人以遊為天 飛彈車弱是三人口 也太強了 確實有點強 他那個 所來所去的那個 有夠執障了 那個東西超級美希 很危險 喔喔喔喔喔 他剛剛怎麼燒了自己一下 喔喔喔很多很多 等一下 這一下 這一下 這一下是不是伏筆啊 他剛剛燒了自己 那隻死神一下是不是伏筆啊 很危險耶 好像會被爆破耶 欸 他怎麼去點龍了 欸 欸? 那剛好彈 他打到一罐去點龍欸 我覺得沒賺 我怎麼感覺把兵換一換 走掉就好啦 你這樣子硬換 然後把兵送掉 沒賺 而且 等一下就換你有壓力了 等一下就換 就換壓力 在你這邊啦 還要不跑 快點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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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都守完之後 等下換你特殊體把他上攻飛出去 家裡的兵可能就可以再往外給壓力了 而且這裡還有鍍壓進來 那一隻沒反應喔 他被正面吸引走了 還在殺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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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剛剛正面有換到導彈車 不小心被坦克轟到 這導彈車在這邊就很煩阿 你就得這樣一步一步往前駕 不然你這個導彈車基本上 你只要沒架,他就是一路慢慢操作你 斷你一隻斷你一隻,斷你一隻這樣 對阿 是他槍斃也沒打,你追不到 又來啦,而且這次是雙線的度壓 是你的? 你看以特里很聰明,他會把地盒壓出來 過夜了,被弄這兩炮沒了 這一波可能要往回走了 唉呦厭嗎 終於有ufo? 這邊人家淚鴉對還有魔力 有冬aver還是能量 那最後就要等下自己的淚弼能量放是不是 那兩個技能 噢 這邊把他這裡卡住 他二礦這台坦克先鎖上去了 那這樣可能這兩個門口 不過這兩個門口電機師都還沒有提科技 我們就要給 幫忙一下 我死五個炮台 幫忙不讓他開罩吧 這樣還沒解掉了嗎 我這邊還有 這邊鍍壓還在鬧啊 四隻 前面霍霍霍 那個鍍壓家裡鍍壓沒解決 一直被丟炮台 還是很傷 修一下修一下坦克比較掉就好 因為主要是 你看像這個地方啊 我覺得NASY還可以做一件事 就是他把他下面四隻零散的槍兵 往他的山礦走 往Eternity的山礦走過去 那四隻零散的槍兵 反正對面出不了門喔 你找那個四隻零散槍兵去控住那個山礦 不要讓他在那邊採礦就好了 他一直打那個惡礦 這邊就打不到 基本上打不到東西了 而且 喔啊圍巾輸了 那可能差不多要準備退了 哇 要被架了 嗯 他退了吧 他還沒有發現 我已經輸了就 哇 要衝 要衝 哇 是的話我剛剛就直接點下面那一隻 反正箭上也要把上面打死 哇 這樣子 賺吧 賺啊 家裡又死龍 然後山礦對面 對面還是一直在營運的 好啊 然後這邊圍巾又送掉了 這波押回來好像會出事耶 而且那兩隻鍍鴨還在丟砲台啊 還在搖搖搖搖搖搖搖 夭壽喔 什麼鬼東西啊 其實這兩隻鍍鴨是可以找就可以解決掉了 他家裡做圍巾 剛剛留個一台在家裡 把家裡附近驅趕走 他其實這波 這波剛剛這樣子換過來 至少農民是不會輸的 被壓回來有點痛苦啊 要換家了 兩條兵抽出去換 喔 解放這裡架起來 但主礦這裡有 有槍兵打一針過去救 然後三礦這裡兩槍兵投下來 他早就該投這個了吧 看有沒有機會拔 誒 但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有了 正面就失誤了 他這邊正面就失誤了 誒 但上面有坦克在轟他的槍兵 喔 殺好多 殺好多 哇 十八董誒 但那一星還是 農民之外還是比較少 那個散礦 沒辦法引運 然後前面死的工兵 又補不起來 這波 感覺槍兵已經多到可以打一陣硬上了 對面正那一星部隊少的有過可憐 感覺是只要陣型攤好 然後槍兵打一針 直接往前走 坦克點一點就沒有了 後面槍兵來了 後面的槍兵別發呆 做事槍兵 咦 家裡被一隻槍兵點 那也還好 主要是Nathen家裡守不住 炸了 GG 我們關於這個Internity 最後是以2比1戰勝的Nathen 比較接近的一組 Nathen前面那個壓 就差一個細節 就是他其實 因為我是干擾那三礦 對對對 他有干擾 稍微干擾一下那個三礦 至少讓他飛回去 不要讓他在那邊下面 還丟個一兩根控猴在那邊採得那麼開心 會好 然後再來就是他 其實後面家裡我已經出來 他其實是可以先考慮 把家裡附近先清一清 因為他家裡附近就是很確定 就有兩台鍍壓在那邊一直丟東西 Internity這邊也是因為知道 你就沒有在管家裡 他這兩台鍍壓也根本就 就一直掛在你家裡 一直丟爆牌 就來丟一下丟一下 你每次都被射到才反應 你就會死個幾隻龍 基本上丟一個 死個兩三隻都是正常的 但如果沒注意到就死更多 對啊 所以就是 你雖然說剛剛有一波 Internity拉了弓兵出來熟 但這裡是他已經補到六十龍 在拉盲鎖了 所以他對他來說 死完之後還是比你多一些啊 多了 一來就比你多很多 對啊 好 那這邊 再次恭喜Internity 最後是以2比1戰勝Nessing 好那我們一樣 先休息一下五分鐘 馬上快 到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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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晚了